持續來關 現時花蓮 雨震不斷 也讓當地大學運效受損相當嚴重 其中慈激大學在昨天凌晨地震 發生當下是立即啟動了消防演練 把同學疏散到空曠地 以側安全 在於零四零三受災 慘重的東華大學 校園裡頭 都還來不及重建 又碰上連續地震 如今就是裡頭滿目瘡痢 凌晨暗夜 同學們都跑到空曠地 位於花蓮的東華大學 零四零三強震下 受災嚴重 這次地震 同學們有如驚弓之鳥 當時有許多的學生 他們遇到強震之後 睡從自紛紛從睡夢中驚醒 甚至是直接連褲子 衣服都沒有穿 就直接從宿舍裡頭跑了出來 零四零三強震後 東華大學初估 損失高達二十億 校園還機都還來不及整理復原 四月二十三號凌晨 又碰上連續地震 雖然校園一片狼藉 但校方表示 目前改為線上課程 校內的學生人數不多 影響程度也少了許多 二十三號凌晨 慈濟大學突然進行消防演練 原來是以連續強震為了安全 校方火速疏散一千三百四十名學生 校長也在第一時間回到學校坐鎮 清點人數 幸好只有部分天花板青鋼架掉落 沒有重大損失 至於在零四零三強震下受創嚴重的花蓮女中 校方表示圍樓拆除工程 目前仍持續進行中 接連地震暫時沒有影響拆除工作 但會加強安全防護 避免意外再度發生 記者 綜合報導